你要和我说饱话怎么严 都老老实实的 是不是说饱话可以平地心 那是 大家都是同行来的 我们爸爸都买三千的 如果你别说 你现在的料子质量真的越来越高了 这一点你是真没有忽悠我 一千五 给你开个大的 你开你的 你好好研究一下 你今天怎么感觉情绪不太高 是不是累着了 这么累你就放个肉给我吧 要不别弹了 一千二好不好 总水是不错的 色还是淡了一点 基本上没啥色 这个有特色的料子 就稍微镶嵌一点你这 给你二千一了好不好 一千八吧 行的 还不行啊 因为发现这市场特别多人啊 是不是人这么多的赚饱了 我前面已经开了张了 不太想做我这笔生意的样子 舍不得放啊 不够均匀这个色 这再好一点 我跟你讲要搭钱说的 这样吧 一千八百八 够不够好这个数字 二千块了 整数了 你就每天都跟我扣那么一两百块 嘴都说的干了 也不见你买瓶水给我喝 我回来打嘎嘎 一千九百八 行吧 什么成交 哦 别了 别了 突然一言不合 给我说粤语 现在给你转账 料子已经拿回来了 有个大哥说想要送给奶奶一块牌子 两千五以内的预算就好 那现在就去给大哥设计一下吧 和大哥沟通后 是做了一块连年有余牌 其也有生活富足 大富大贵 平安的含义 希望奶奶身体越来越好 料子已经切好货啦 妹儿是做了一块连年有余牌 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 两千三百八八 露比这位大哥 现在就点视距离欣赏一下吧 喜欢的大哥记得给妹儿点个关注点个算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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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